你看他的运球,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中锋 更让中国球迷难以置信的是,这个球员曾是周琦的备选 他叫哈腾,他是2017年次轮43顺位的新秀 而周琦则是16年次轮43顺位的新秀 在周琦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,哈腾连NBA合同都没有拿到 在17到18赛季,周琦还在NBA打了18场比赛 但是在18年休赛期,哈腾靠着出色的职业态度和表现 拿到了火箭的三连合同 18年12月,周琦被火箭裁掉,哈腾也正式计掉了周琦 和周琦相比,哈腾的天赋简直不够看 单看静态天赋,周琦2米16的身高和2米31的臂展 放眼NBA历史都是顶级 但2米13的哈腾持有2米19的臂展 尽管NBA非常看重天赋 但周琦的职业态度实在是令火箭管理层部满 除了爱吃垃圾食品和不自律之外 周琦的力量也一直达不到NBA级别 刚刚去火箭的时候,火箭专门派出了名叫吉米的训练师 对周琦进行特训 但训练了一个月,周琦还停留在投篮训练和力量训练当中 始终没有进行对抗比赛 尽管靠着天赋和中国市场拿到了NBA合同 但周琦在NBA也没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如果那年的周琦能够拿出澳洲NBL的训练态度和如今崔永熙的追梦精神 或许现在的周琦早已在NBA站稳脚跟 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